因為我們社團一直都是在討論平等跟自由 所以說這一個議題比較像是性別的平等 還有展現身體的自由 所以我們是用這個方式去發想 國會議員他在國會的網站就有電子郵件還有電話 那我們就先寫E-mail再打電話過去 其實他本人就接了 那個17歲的 發起人在推特有留E-mail 我們也是用E-mail 也是E-mail喔 OK 他們都是蠻 當然是蠻親切的 然後他們講的話 就是可以看他們的那個想法都是很 可以說很堅定 就是他們講起來就是很順的比較這樣 他們應該也講過很多字類似的話 所以他們講起來就是很順 就是很清楚可以表達他們要講的東西 理解